李克強心裡無底 特朗普哭頸 日前中共高官齊聚北京參加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會議確定明年重點任務之一 包括盡快解決一批哭頸的問題 分析認為面對美國的強力制裁 以中共自身的能力要想在技術層面解決哭頸問題 短期內難以實現 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 參加會議的包括習近平、李克強等中共7名政治局常委 以及各省市主要負責人 黨媒報導習近平在會上發表講話 總結2020年經濟工作 分析當前經濟形勢、部署2021年經濟工作 而李克強在講話中對明年經濟工作進行具體部署 提出明年8項重點任務 頭兩項重點任務是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 以及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 制定實施基礎研究10年行動方案 這兩項任務中還包括實施好關鍵核心技術、公關工程 儘快解決一批枯頸的問題 中央社18日分析稱 由於中共目前面臨美國採取的科技封鎖和制裁措施 諸如晶片等核心技術產品斷工 對中國科技、通訊及航空產業造成衝擊 這兩項任務被列為明年的頭兩項 代表中共急於擺脫美國科技封鎖 發展自主科技鏈的意圖 評論人士中原在大紀元刊文說 中共要求儘快解決一批枯頸問題 這個實際上仍然是科技落後的表現 中國一直幫人打工的世界工廠 現在才知道被枯頸嗎? 文章還說 中共一直宣傳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原來都是虛的 雖然偷虧了不少技術 但很多核心技術還未摸到邊 就急於搞所謂的2025計劃 還準備壟斷世界市場 現在成了天荒野談 據《科技日報》報導 中科院大學副院長教授劉雲 11月30日在2020年中國聯通科技創新大會上發表演講 他說中國有35項關鍵技術被枯頸 他表示雖然中國研發投入總量世界第二 但研發強度與創新型強國之間有較大差距 特別是基礎研究投入比例更低 科研人員總量世界第一 但高端人才缺乏 科技創新能力有很大提升 但原始創新能力不足 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 枯頸問題突出 他列舉了中共被枯頸的35項關鍵技術 如光刻機、晶片、作業系統、手機攝頻器件 激光雷達、核心工業軟件、核心算法等 為了解決晶片方和科技枯頸問題 習近平為此擇下萬億資金力推晶片產業 彭博社9月引述知情人士的話說 中共準備制定一套新政策 預定在2025年前投入9.5萬億元人民幣 以強化對包括無線網絡、人工智能在內的技術研發 應對美國政府的限制 中國經濟周刊報道說 截至10月底 大陸共有27萬餘家半導體相關企業 經營範圍含集成電路、晶片、半導體 據天眼查專業版數據顯示 1月1日至10月27日 全國新增集成電路相關企業超過58000家 增速高達33%以上 其中第三季度新增近1.9萬家 相當於每天新增超過200家 在晶片企業、暴增的同時 很多晶片項目相繼爛尾 其中最大的集成電路企業 紫光集團 近年來累計耗資177.3億元 近年上半年淨利潤虧損33.8億元 負債上千億 大陸德科馬半導體、昆彤半導體、武漢弘芯 成都格森等半導體項目 都投資數百億甚至上千億 佔用成百上千畝地 目前都已經停滯或倒閉破產 華為公司創始人任正非 接受中共黨媒採訪時曾說 晶片單是窄錢不行 要窄數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 新財富2018年曾說 中國在半導體領域早窄下血本資金 規模數以萬億計 中國進口半導體支出超過石油進口支出 但中國與美國晶片有30年的差距 就算短時間內有大量資本注入 亦不能改變半導體基礎產業弱勢的現狀 報導說 中國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 2017年投入達1.75萬億元 據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 但摘下巨額科研費用後 技術創新卻收效甚微 那麼每年萬億的科研經費都化在哪裡呢? 文章說 1.用於出國開會、出差遊玩 2.買不完的設備 3.包裝概念賺項目套取課題經費 熟悉半導體行業的中國業內人士鄉先生說 以中國自身的能力投入再多錢 亦無法研製出高端晶片 因為中國的基礎材料學很落後 十多年都是靠進口材料再組裝 算不上科技技術 業內專家普遍認為 西方對中共採取的科技限制 將在今後十年中 令中國經濟增長每年減少半個百分點 為期三天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8日結束 李克強總理部署明年經濟工作任務 透露不少實情 有分析說中共正面臨美國全面的制裁和技術封殺 李克強提出的八大任務顯示他對中國的經濟前景心裡無底 北京時間12月18日 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 習近平等七常委全部出席 各省市主要負責人也出席了會議 黨媒報導說當局在今次會議上被迫承認 中國經濟恢復基礎上不牢固 要求堅持底線思維 嚴密防範各種風險挑戰 李克強在會議上發表說 部署明年要拿好的八大重點經濟任務 被指透露了中國的經濟實情 八大重點任務分別是 1. 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 2. 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 3. 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 4. 全面推進改革開放 5. 解決好種子和耕地問題 6. 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罪擴張 7. 解決好大城市住房突出問題 8. 做好探達風、探中和工作 8. 李克強特別提到 要著力解決制約國家發展和安全的重大難題 針對產業、薄弱環節 實施好關鍵核心技術公關工程 8. 盡快解決一批枯頸問題 時事評論員中原在大紀元發文說 李克強此言透露出中國科技落後的實情 他甚至中國科技的真實水平、基礎研究的散躍 遠不僅是晶片一個弱項 中共雖然偷竊了不少技術 但很多核心技術還未摸到哪裏 就急於搞所謂的2025計劃 準備壟斷世界市場 而加成了天荒野譚 近期,特朗普政府加強對中共的科技封鎖 制裁中共軍方科技企業 11月12日,特朗普下令禁止投資與中共軍方相關企業 31家中國企業上了黑名單 12月3日,美國政府將另外4家中國軍企列入制裁名單 包括中芯國際、中國海洋石油、中國建設科技、中國國際工程咨詢 12月18日,美國商務部正式宣布 將中芯國際等近60家中企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單 這是特朗普政府針對中共企業的新一輪大範圍制裁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在聲明中說 我們不會允許用美國先進技術 幫助一個日益號戰的對手建設軍隊 中芯國際與中共軍工複合體之間的關係令人擔憂 中芯國際是中國最大晶片製造商 志深時事評論員唐靖遠表示 美國今次打擊的力度是比較大的 中芯國際沒有了,華為基本上就斷糧了 連中芯和其一系列涉及到中共數字、極權、監控、情報企業的一大批企業 可能都處於癱瘓或半癱瘓的狀態 目前在美國商務部的黑名單上 一共有296家中共企業 其中150家與華為相關 中共官方公開宣稱在科技領域遭遇枯頸難關 中央經濟會議還強調要促進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 繼續做好陸穩、陸保工作 李克強也再次重申就業問題 說最根本的是促進就業 有分析認為 李克強提出的八大經濟任務 個個擊中中共要害 顯示他對中國的經濟前景心裡無底 時事評論員劉瑞兆對《蘋果日報》表示 今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顯示中國在經歷中美貿易戰後出現收縮和經濟困難 會議主條都是求穩 但這個求穩是收縮投穩 他指出中央經濟會議首次提出防止資本無罪擴張 這個與北京當局一直提倡的金融創新很為背道而馳 劉瑞兆說 中共怕經濟上的一些變化影響到政治和社會穩定 所以強調反壟斷、防止資本無罪擴張 整個會議走了回頭路 就是要打死你、捏住你 有跡象顯示中共令到加強防範私營企業資本擴張 最近中共對中國網絡富豪馬雲窮追猛打 馬雲打造的螞蟻集團金融帝國上市被叫停 阿里巴巴亦被中央調查組進駐審查 12月18日 螞蟻集團旗下支付寶無預警下架所有網製網絡存款產品 螞蟻集團回應說根據中共監管部門的要求 螞蟻平台上的網製網絡存款產品已經全部下架 有分析認為 中共此舉等於斷了螞蟻集團的活路 還有傳聞說 相關互聯網金融產品都可能面臨下架的騙運 這亦顯示當局為了防範金融風險 對金融市場的監管進一步收緊 今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即將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